明明天后不是豪门千金 大家好,我是天后 那么经常的小伙伴问 这个药田每天应该灌溉几次 那么有些人喜欢灌溉三次 以后的四次 乃至于五次或者更多都有 那么影响灌溉效果的因素有很多 这个开田数量的多少 以及小幼童的等级都会有所影响 那么相对于田比较少的人来说 灌溉太多次肯定是比较亏的 而田多的人灌溉起来 它的效果会更加好 包括小幼童的等级 它也会影响这个灌溉时间效果 那么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 它是越后期它灌溉的效果就更好 那是不是说前期就不用灌溉了呢 那当然不是 它只是前期的效果 没有后期好而不代表没有用 那么在飞升临界前呢 我们种的大多都是这一个田干木 以及藤 那么在田少的情况下 以及种作物暂时还不是特别重要的情况下 灌溉太多次它的收益 还不如你支出的这个机缘消耗 所以我们人界的时候可以少灌溉一些 机缘多的可以灌溉四次 机缘少的就灌溉三次就可以了 而到了仿需有倒宝果的时候 我们这个灌溉次数就至少是要四次了 除非你是有糊且避光时间能够吃满 对这些东西完全不在乎 那就随意了 当然如果你的机缘很少 有其他更重要的地方要用 那也可以减少一下它的灌溉次数 这些灌溉多少次都要看你的个人消费能力 盲目的听从别人说灌溉多少次就灌溉多少次 而不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的 都是一种不太理智的行为 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些不同 有些人是有糊 有些人是机缘多 而有些人是药田多 它灌溉起来效果会更好 所以要根据自身情况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三次到五次都没有错 而五次以上的话就有些不划算了